好 那各位我們來講一下所謂的外懷治療點 那這個外懷治療點的話 基本上來說它是在2018年發現 然後2019年確定治療效果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在外懷肩上所謂它就是管的是腦點的部分 那前下方這個是所謂的頸椎 那下方跟後下方對的是腰椎 所以這是腦點、頸椎、兩個腰椎 那各位可能問問說為什麼沒有胸椎呢? 老實講我也不知道 那這個是三遠老師訂出來的一些實際療效 也是他觀察發現的 那事實上來說呢 它這個在針刺的部分 這個地方在所謂的腳踝關節腔很容易跟其他的穴道做重疊 那這部分記得要針刺所謂的肢體對側 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 右側不舒服的話 我們針刺左邊的腳踝外懷肩這樣子 那記得用皮內針治療比較好 因為這些地方像我們外懷肩 用所謂的傳統針灸的針 刺進去的話其實是會不舒服的 那用皮內針效果比較好一些 也比較可以帶回去做按壓這樣子 那這個手法記得一樣是用觸摸的 就是這樣子去摸 有沒有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在摸TenderPoint的時候是不是這樣子 用所謂的指甲跟肉的縫縫這樣去抓 如果說抓到TenderPoint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下針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外懷治療點 這樣子了解了嗎?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講完掌關節點 那這完掌關節點我們有三個點 那其實我們這個PowerPoint上面介紹的順序稍微不太一樣 是因為這個角度的關係 首先我們先介紹第二個所謂完掌關節點 各位可以看到說他這個第二館掌關節點 在所謂的第四跟第五掌骨的起骨端 第四掌骨在這裡 第五掌骨的起骨端在這個地方 所以起骨端就是所謂的指兩根掌骨分岔的這個位置 我相信忠醫師應該都很了解 如果你是忠醫師的話應該都知道他在講什麼部分 我們再講一次 這是第四掌骨 這是第五掌骨 那起骨端就指說兩根掌骨之間分岔的交界點 這叫起骨端 這是第二號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一號跟第三號 首先我們看第一號 第一號在所謂的第一掌骨跟完骨的交界處 那完骨其實有很多我們就不多說 我們就說 這是第一掌骨跟完骨的交界處 那這個地方是一號 各位再看一次 這個是一號 那這個三號的話 他也在第一掌骨跟完骨交界處 可是他在手掌內側 我們再看一次 來我們重新複習一次 第二掌骨的部分 第四掌骨跟第五掌骨的交界處 起骨端就是二號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第一掌骨跟完骨的交界處 這個部分 是所謂的一號 那反過來這邊 靠內側的部分是三號 那這三個的刺激點的部分 基本上來說呢 我們說過了 他可以處理所謂三角亂骨損傷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療特色的部分 我們在PowerPoint都有說到 那這些部分呢 基本上來說呢 都會跟所謂中醫講的穴道有所重疊 我們再看一次這邊 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知道第四跟第五掌骨的這個 起骨端這個地方是腰痛點 腰腿點 那這裡的部分的話 進到那個重疊道 有可能重疊到陽溪 那這邊倒是沒有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事實上來說 跟中醫的傳統穴道是有重疊性的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N2到4 首先我們看一下N2 在這個位置 這個紅點 各位有看到嗎? 那這個N2 它在F點的稍微上方一些些 那F點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它其實是在乳圖最高點的位置 那剛好我們點就貼在稍微上方一點 那N3 它是貼在所謂的低點陽點稍上方 那實際上位置應該會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指的這個位置 那事實上來說 我們稍微把這個點點 貼的下方一些是因為 它可能會影響到就是 頭髮上是黏不住的 而且會看不到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 低點大概在這裡 那低點上方一點大概在這個位置 這是N3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N4 那各位看到講義上寫說 N4在膽點的稍微下方一些 那膽點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膽點是一個區域嘛 三膠皮膽腎 這個歪點的部分 各位中級班如果還記得的話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點 N4 它就在所謂的膽點稍微下方一些些 各位再看清楚一些 大概在這個位置 耳殼跟皮膚連接處 稍微下方一些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N4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三個點的介紹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手肘 area 手肘 area 各位看到這個圓點 這個圓點目前是已經確定療效的部分 那事實上來說這個圓點大概會在走 走窩的那個走橫紋的 皺褶的邊邊這個地方 靠內側 那這邊有一條線 各位因為這個線我沒有畫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畫 各位可以看到出來嗎 這一條線 那這個整個都是搭配2019版的診斷使用 那詳細功能是未知的 那各位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2019版如果要怎麼搭配診斷 等一下我們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那這個部分呢 原點是確定是處理腰椎疾病了 那斜線的部分其實目前還是不太清楚 那這個斜線的範圍基本上來說呢 它大概會從走紅紋到所謂的陰嘴圖的這個部分 跟這外上科的部分 基本上來說大概這個size 它不會到外上科的長度 大概是這樣 這條線大概是這樣 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功勞肌的範圍左右 這樣子各位了解了嗎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它部分這個還是未知的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話我們看一看 到時候我們在示範的時候跟各位做說明 這樣了解了嗎 好 那我們先來講心肺點 那心肺點各位看到講義上內容 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們分X軸跟Y軸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X軸來說的話它在G的音點的前側 接近顏面側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滿接近顏面的 那Y軸的話是所謂的 耳殼跟顏面連接處 稍微的高度差不多是這樣子 各位看得出來 那事實上來說呢 各位如果還記得G點怎麼找的話應該知道 G點在D點的稍上方 那D點是什麼 是不是全骨弓 最高點往上屬於1公分 G點再往上一點 那G點往前前側這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心肺點 那這個之間距離 G點跟心肺點距離是多少 事實上來說 老師並沒有說 所以各位如果抓到Tender Point 就可以直接下針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來說 它是可以處理一些皮膚疾病的 可是可不可以處理 肺部疾病目前還未知 所以給各位參考一下就好 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來講 所謂的胸手關節的area 至於這個胸手關節area 其實它是在所謂的 口腔診斷點的上內側 皮膚上 也就是所謂的SCM內側 各位看一下 所謂的胸手關節 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位置 胸手關節這個地方 那我們都知道它叫所謂的 Oral Diagnostic Point 那這個 它記得聖誕老師在抓的時候 它是說 要往這個區域深按壓 所謂的胸手關節area 其實不是這個點 而是這個上內側 這個位置 它會深深的按壓進去 這個地方 OK 那我用筆給各位看一次 這個是胸手關節 所謂的胸手關節area 應該所謂的這個的上內側 這個地方通通都算 這個地方都叫做 所謂的胸手關節area 那按壓的時候是這樣 聖誕老師在做的時候 它會所謂的深度按壓 像上內側這樣 深深的按去抓 如果摸到一個Tender Point的時候 假設摸到這個地方 它在這邊下針 那記得齁 它治療的時候 都是用皮內針 因為各位知道 這個地方齁 危險度比較高 所以用皮內針效果 會比較好用 那治療的部分 我們在講義上也說過 就是所謂的跟腱疼痛啊 或者是Tremor之類的東西 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齁 那這個部分 因為初學者比較不好找 所以我們在按的時候 如果按得到就盡量按 那按不到的話 沒關係 我們還有其他的刺激點 可以去使用它 這樣了解了嗎 ocolate 爽 絷 ipped 感谢观看